第198章 罗天成变了脸 大不留心走过去 推开阿鸾 把真妙横抱了起来 怎么了 见不舒服 就好好躺着 起来做什么 真妙强忍着尖叫 都快哭了 别 别动 你轻轻的 轻轻的放我下来 啥 罗天成呆了呆 快点 真妙咬了牙 见他难受的厉害 罗天成轻轻把他 放在了床上 那么难受 还乱动 真妙都快晕了 我要去进房 阿鸾 阿鸾过来 重新把真妙扶起来 对罗天成道 狮子爷 先让婢子夫大奶奶 去进房吧 等真妙有气无力的 从进房出来 罗天成隐隐想明白了 冷着脸道 阿鸾 你先出去 大奶奶 阿鸾看真妙一眼 见他不反对 转身出去了 罗天成揽住真妙 无奈又生气 你吃不了螃蟹 真妙吃一片刻 还是点了点头 嗯 既然吃不了 怎么还要吃 身体能是这样糟蹋的吗 罗天成气得不行 真妙抿了抿唇 想着是你辛辛苦苦学会的 就想尝一尝嘛 罗天成一颗心 顿时软的不行 有心疼 有生气 这一次却是生自己的气了 是我不好 现在不知道你不能吃螃蟹 他低头轻轻踏的发丝 想着从丫鬟们那里听来的支言片语 叹息道 你也是个傻丫头 不能吃 就要坦白告诉我 你要领了我的心意 我就开心了 要手准备的是皮霜 难道你也吃啊 真妙丢了一个白眼过去 我有那么傻呀 为了领你的情 吃皮霜死了 好让你以后给别的女人做谢娘成吗 罗天成长舒一口气 抚着他的背 没那么傻就好 要是真那样 我会被你气死的 不过你放心 这辈子 我不会给别人做谢娘成了 二人拥抱了一会儿 他想了起来 什么叫我辛辛苦苦学会的 我只是问了那师父一病而已 世子怎么又回来了 真妙这才想起来问 罗天成好笑道 若是不回来 哪知道你傻成这个样子 吃不了螃蟹 还门头吃下去 这谢娘成还罢了 若是我做的香辣蟹 更是刺激肠胃 你该怎么办 虽然这么说 他一颗心 却似泡在了蜜水里 从来没有这么甜过 这种有人愿意为你傻的感觉 可真好 真妙撑他一眼 这死不要脸的 等了便宜还卖乖了 罗天成这才道 我是得了一个消息 知道你听了会高兴 就才回来的 真妙更是疑惑 推了推他 别卖关子了 什么事 罗天成露出一个神秘的笑 你猜 真妙觉得他最讨厌的 就是你猜这两个字 当下翻了个白眼 抿了他的腰道 世子 你猜我现在心情好不好 罗天成干咳一声 眨了眨眼 我得的消息 没有亲戚要进京了 真妙来了兴致 这倒是可以猜一猜 莫非是三表姐 不对啊 他随表姐夫上任 至少满三年才可以回京 难道是外祖家的几位表哥 近来为莫言 声誉越发红火 分店都开了两家 表舅母和儿表嫂 一直留在京城 没有回去 东宇那边又来了人 也是可能的 我猜的对不对啊 真妙推了推 罗天成 罗天成笑道 猜对了一半 来的人 确实是你外祖家的亲戚 却不是你表哥 表哥什么的 他怎么这么多呀 罗天成 没有再卖关子 缓缓地道 近近的人 是你小舅舅 我舅舅呀 我大舅常年 卧病在床 我二舅眼睛有急 真妙这才反应过来 捉着罗天成的袖子 手在发颤 你刚才说什么 他显然是吃惊极了 都忘了肚子的不舒坦 猛然站了起来 你说的是我小舅舅 罗天成淡笑着 看着他的反应 眼中满是不曾察觉的宠溺 真妙渐渐冷静下来 我小舅舅不是出海失事了吗 怎么会 为了让他安心 罗天成吐露了一点信息 最近要看海境 对东宇那边的关注多了些 凡是有价值的消息 都会传递回来 女小舅舅出海归来 在当地 已经引起了轰动 如果东宇离京城颇远 消息一时半会儿 还没传回来 想必静安伯府那边 用不了多久 就会收到信 听到罗天成这么说 真妙放下心来 再一起久了 他也知道他不是庆口开河之人 既然说了 那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他有几分迟疑地望着罗天成 还没有等开口 对方却似乎已经猜到他心中所思 真妙喜出望外 自打温雅齐出事后 温氏就藏了一段心事 眉梢眼角总是拢着轻仇 他做女儿的剑了 心里也不好受 小舅舅平安归来的消息 若是说给温氏听 他定会大约的 不过你今天要好好休息 明日再回去 罗天成嘱咐道 真妙虽然心若猫抓 还是点了头 他总不能回了娘家 站着进房不出来了 那才是丢脸丢回家去了 因为真妙不舒坦 罗天成再也没有回去 陪他歇了 一晚上都拿手提他暖着肚子 比起那会渐渐凉下来的汤婆子 倒是更好用一些 第二日大早 真妙去给老夫人请安 老夫人见了就夸赞 大老媳妇 你昨日送来的那谢酿成 味道极好 真是有心了 老夫人之所以这么高兴 还是因为老国公喜欢 当时送来六个谢酿成 老夫人吃了一个成仙 赏了一个给真在旁边伺候的甜血 剩下的被老国公一扫耳光 还吃不够 这妙纠结了一下 谢酿成是世子做的 他当然不好意思抢了这个功劳 可若是老夫人知道 恐怕心中会有想法 在这里的普遍观念里 有出息的男人是要远跑除的 为了讨媳妇关心下厨 他只得含糊道 祖母吃得好 以后还送来 老夫人笑着道 大祖母就游寇福了 吃螃蟹也就这两个月 难得老头子做年轻就喜欢 就游着它 想到老国公 老夫人眉眼都是柔和的 这妙默默的喂柿子 点了一根辣 这螃蟹看来他还得坐下去 祖母 今日我想回监安不复一趟 老夫人是个开明的 没有多问就隐了 还嘱咐道 学哪些可靠的假车 多带一些护卫回去 真妙抽了抽嘴角 他纳字金马引发的 一系列的变故 看来给老太太造成了 极大的心理阴影 祖母您就放心吧 给我驾车的是阿虎 跟着世子磨练有了一年了 老夫人回忆了一下 就是你们从北河回来 带来的那个孩子吗 嗯 现在又长高了 世子说一般的大汉 三四个等闲 进不得他的身子 英雄不论出处 老夫人不像寻常贵妇那样 一味只信任家身子 在他想来 大孙子聪明果敢 既然是他给自己媳妇安排的 那定是妥当的 不用他一个老婆子多嘴了 只是想着那孩子的来历 还是道 我听之前你们说 倒觉得那孩子是个有本事的 如果他有志愿 特别埋没了人家 真妙笑吟吟的道 祖母您放心 世子说了 阿虎什么时候想回去了 都有着他 其实在他想来 倒没有男儿非要建功立业的想法 是人们只看到了那一些 砍血而归的将士们的荣耀 只能想到那些默默无闻 战死的孤魂呢 当然 他也不是要阻止别人的前途 无论是警铃卫也好 他的车夫也好 只要阿虎选的是他自己想过的日子 觉得快活 才是最重要的 那便好 老夫人点了点头 一屋子人陪着老夫人说小 不多时就各自赞去 真妙走在青石小镜上 甜血跟了上来 嫂嫂 真妙抿了唇笑笑 三弟妹是不是有事 昨日在祖母那里 有幸吃了嫂嫂送来的鲜酿成 味道真是好极了 真妙挑了挑眉 甜血耳朵微红 有一些局促 嫂嫂管着家 定是忙得很 若是可以 能不能说了我这个奔土地 三弟妹想学厨艺吗 甜血飞快地看了真妙一眼 道 我没有嫂嫂心灵手巧 只学那一道鲜酿成就足矣了 说到这 神情坦然下来 我见祖父祖母都喜欢 以后也可以做了孝顺他们二老 她说完 心中有一些忐忑 也不知这位嫂嫂 会不会觉得她是在争宠 从而恼羞成怒 对这位嫂嫂 她是有好感的 可是姑母言辞间却防范得很 她夹在中间 两头为难 今日这事 也是一个试探 若是大嫂是她想的那般人 就算是招了姑母的厌计 她也无怨了 好呀 回头我把新娘成的方子 给三弟妹送来 三弟妹学会了 我还能偷偷懒 真妙笑隐隐地道 等二人分开 雀儿愤愤道 大奶奶 三奶奶好过分 怎么能直接找您 要新娘成的方子 这岂不是要和您真宠吗 真妙恒她一眼 都是孝顺长辈 什么真宠不真宠的 其实我还该谢谢三奶奶呢 见雀儿真大了眼睛 真妙虫阿卵点头 阿卵解释道 大奶奶不会做新娘成 老夫人喜欢的话 又要常常送去 可是子爷又不可能 常在府中做这一道菜 三奶奶要是学会了 就解了大奶奶的为难了 雀儿还是不服气 那也是她无意中 替那奶奶解围 这是两码事吗 三奶奶心许知道呢 啊 真妙一路往前走 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如今阿夫人不管事 四夫人有了身孕 老夫人让三奶奶 跟着三夫人管着厨房 清风堂里有小厨房 这两年从未去大厨房 领过螃蟹 她看了册子 应该是知道的 三奶奶猜到仙娘成 不是您做的 取而言口 一个从不吃螃蟹的人 又怎么会做馅呢 真妙婉儿一笑 所以呀 三奶奶是一个有心的人呢 没过多久 田雪就收到了清风堂送来的匣子 里面一张白卷 用秀牙的簪花小楷 写着信娘成的方子 田雪捏着白卷出神 她唯一的陪家丫鬟 杀而忧心地道 三奶奶 您这样会不会让那边误会您 盯着那工整的小子 田雪且笑 且看且行吧 一个人心中有爱 看神看紧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心中有恶 他看什么都是充满了算计和丑恶 大嫂会怎么看他 这张方子终于给了他答案 自打三郎对他说了那番话后 田雪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妙回了建安伯府 悄悄地把小舅舅喂死 还即将上京的消息说了 温氏果然抱着他大哭一场 之后气色都好了许多 却也不忘记感慨 可怜你小舅母 自打你小舅舅出事后 就整日以泪洗面 终究是没有等到这一天 念经经就去了 连个隐难半都没有留下来 母女二人感慨万千 温氏按捺不住 叫真妙陪他去教室那里做客 没想到却铺了个空 教室带着儿媳行事 去了温墨岩新开不久的铺子 母女二人坐在马车赶到那里 却见门口吵吵赏赏的 真妙扶着温氏下了马车 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倒是稀奇了你家开铺子 赢的是四方客 怎么我们主子挑中的东西 却推托说有人定下了 即使有人定下了 刚才又怎么会呈上来 上我们挑拣 年轻女子的声音清脆灵动 因为蕴含着怒气又有几分的尖力 真妙透过人群的分析 就见书画女子身着秋香色提花笔架 下面一条蜜粉色绣淡绿千丝菊花百折裙 双腰系上别着虫草金花垫 通体的气派 虽然是丫鬟打扮 比起寻常人家的姑娘都不会差了 真妙瞧着这丫鬟面衫 又走近仔细看了看 注意认了出来 这不是当时真进回建安伯父养胎时 他身边的是女之一吗 那被质问的掌柜连连赔罪 实在顶不住 小伙计不知道 把别的肯定下的物件呈上来了 掌柜的赔着罪心中却快哭了 他那年纪轻轻的小东家 平日笑脸行神 很和气 今日却不知怎么了 听这小娘子说 把选好的玩意儿送到城王府上去 是他家侧妃要的东西 就忽然把他招来 告诉他这店里的东西 一样都不许卖给他 不愿卖 您可早说呀 人家都选好了 价格也谈好了 忽然就不卖了 这不是把他这一把老骨头 坑得一脸血吗 他心中负肥 面上半点不漏 对着真诚的笑连连作依 那丫鬟年轻到底是有一些不大好意思 明了明沉道 罢了罢了 既然是别人定下 那便算了 掌柜的长出一口气 我最开始挑中的那几件 在城上来给我看看吧 掌柜的笑容一江 善善的 那些 也被人定了 丫鬟双眼冒火 也不在意店里人多 转来转头 随手抑制 既如此 拿出来七彩海螺风铃 给我包起来吧 这大厅里摆出来的东西 总不能也被人定了吧 掌柜的擦了擦汗 在众神的注视下 艰难的开口 也被人定了 丫鬟彻底怒了 眼睛气得惊亮 诸位给评评理 开心点开张 这也被人定了 那也被人定了 到底有没有做生意的诚意 掌柜的 你这么不会做事 你们东家知道吗 我要是你们东家 就把你赶出去 掌柜的有口难言 醒道 姑奶奶 就是因为我们东家知道 我才不敢卖给你啊 不然现在 被他东家赶出去的 就是他了 掌柜的和丫鬟 大眼瞪小眼 看热闹的人 议论起来 是呀 都被人定了 还买什么呢 一个阵营的人 很容易同仇敌看 哎 不对呀 刚刚我还问了那七彩海螺的风铃价格 减了半天的价 因为贤贵没有买下来 这么短短功夫就有人定了 丫鬟听在耳里 再也省不住怒道 好呀 我说怎么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原来是你家故意不卖的 他冷笑道 你们这逃杀区 是瞧不起我们侧妃了 瞧不起我们侧妃 就是瞧不起我们王爷 你们都还站着做什么 先把这所谓被人定下的玩意 给我砸个稀巴烂再说 跟在丫鬟身后的两个家丁 就要动手 就听一个清冷冷的声音道 我看谁干砸 众人闻声望去 不自觉分开一条路来 真妙气定神闲地走了进来 站在那丫鬟面前 似笑非笑 我怎么不知道 你家侧妃能代表成王爷了 好大的脸面 真静请封侧妃的旨意已经下来 前些日子还声闹地办了一场宴席 只是真妙瞧见他就心塞 推脱未去 却没想到他恶心到温表哥的铺子来了 温雅琪的死 动手的虽然不是真静 可和被他害死的有什么区别 或害死人家的妹子 又耀武扬威地跑来买东西 实在是欺人太深 这里面 二舅母他们不知道真相 莫言表哥却知道 依他的性子 至今还未露面把这丫鬟丢出去 已经是忍得辛苦了 那丫鬟 显然认出了真妙来 开玩笑 敢当着王爷的面 直接大耳瓜子招呼他家侧妃的 满金城估计也就这么一味着了 对了 据说这位前不久还掌握了一位 未出阁的官家小姐 这样的霸道 怎么佛祖也不收了去 丫鬟忽然觉得周围人看他眼神怪怪的 他疑惑地眨了眨眼 猛然据住了嘴 糟了 一时被彪悍的县主正合住 把心里想的话给说出来了 管了完了 他的脸一定会被打肿的 丫鬟下意识地捂住了脸 真妙不在意周围人听到这丫鬟 说出他彪悍的事迹 看来诧异的眼神 扑持一笑 哼 不愧是成王侧妃调教的丫鬟 是个懂事的 丫鬟捧着脸有一些错愕 就听真妙笑隐隐地道 知道自己丢人 就先把脸给藏起来了 笑声此起彼伏 丫鬟羞得占红了脸 他 他怎么就一时想不开 以为这位县主转性了呢 真妙漫不经心地撇他一眼 别捂着了 本县主哪有闲工夫 打你一个小丫鬟的脸 别人听不出来 这丫鬟却听懂了 嘉明县主这是说 他的闲工夫 都是用来打他家侧妃的脸了 眼珠一转 差点贵了 他可真是后知后觉呀 现在这县主 不就是在打他家侧妃的脸吗 那啪啪想的 他都听见声了